观众听众朋友大家好 在我们今天节目再度的为您访问到黄语黄老师 黄老师你好 徐姐好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们马上就言归正传 因为我们要不要耽误时间 我们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很想要知道的 我们在前几集已经讲过在你周遭的花花草草的 一些帮助你好运气的 那今天要谈的黄老师要为大家带来就比较专业性的 专业就是说有关风水的开运物 那风水的开运物据我了解 什么罗盘什么扇除那些都是属于风水的开运物 我们今天就请黄老师为我们来谈一谈风水的开运物 有哪些而且我们怎么样来摆放 首先我要讲最好的就是所谓的灵龟 为什么叫灵龟假如说你家里养殖物龟的话 你把它放地上它没事爬爬爬就爬到了那个地方停下来的位置 就是你家里面气最旺的位置 你说乌龟啊 你说它灵龟 对它可以感受到穴道 就那个气场的穴道 所以从古代都讲说是灵龟 那我们大雨治水的时候挖到一只大乌龟 然后这个乌龟上面有乌龟壳上面有一些所谓酒工的密码 所以这个乌龟我想这个灵气是绝对有的 绝对有 那那个小乌龟呢像在路边就有卖的小乌龟呢也有用吗 那也是一样 也可以啊 那我就给他买的放在家看他爬爬跟着他爬 对对对 我有个朋友好好玩 他说他买的那只乌龟放在家里 他没事爬到厕所 我说那你太好了 你上厕所的时候你就会想到发财的秘诀 那他的财位在厕所了 他就是那个气场很好 他难怪我没事就代表书上厕所 你就不想出来 对对对 这个还是很有趣 我下次应该要买个龟 乌龟呢 他因为动作很慢嘛 在我们传统上就觉得他是一个以柔克刚 然后又有一点四两波千斤 化解这个我们所谓的磁场的力气 或者是行煞都可以帮你挡掉 因为你伤不了他 他背上有一个大壳 缩头乌龟嘛你要伤我我赶快把头就缩起来了 对啊他这个壳也保护他 他也可以帮忙挡煞 那用乌龟呢也可以改变事业 因为乌龟是慢慢慢慢的 所以你放家里面算是财位 乌龟的话 他这个为你事业就是慢慢慢慢会会有起色 所以零龟是非常好的 那如果说你要配合五地钱的话 那更好 为什么五地钱呢 因为五地钱是忘财的 如果你的事业加上乌龟摆在一起的话 表示你的事业能够忘你的财 那这个所以这个还是要在风水上面 找个老师帮你帮你挑 除非你买活乌龟 要不然的话你买一个乌龟壳的话都可以的 那乌龟壳放在哪里找一个活乌龟 那如果刚好他放在跑到我房子中间呢 那我不能放在中间 那气场就是不错了 那就看你怎么样布局了 当然了如果是在正中间刚好又是你走到的话 那是不好的 因为我们所谓的财位要静 不可以动 不可以动 所以你就另外找 通常老祖宗留给我们的方法很多 除了用你的出生领域 还有屋子 还有我们所谓的这个悬空飞行 都可以找到财位 然后你就可以放去布局 让你的财运慢慢慢慢的这个起来 那如果说是要化煞的话 也是可以啊 比如说这个乌龟的头呢 就像煞 因为乌龟头也很硬嘛 它尖尖的 它往那个地方刺 所以这个乌龟是很好的开运物品 那除了乌龟 乌龟你刚才讲说 乌龟然后龟壳 还有还有刚才还讲一个什么 还有很多外面的五帝钱 五帝钱 五帝钱可能我们要稍微解释一下 什么叫五帝钱 五帝钱就是清朝的五个皇帝 然后五个皇帝 然后他我们在外面看到 有时候你会看到就有一串 他有五个钱币 然后用红带子给他绑起来 然后中间还有个洞洞 这个就叫五帝钱 对那清朝有十三个皇帝 可是这五个皇帝 是最有钱的 是最有钱的 是最兴盛的 所以他旺财 是 那五个 拿五个 你讲 我知道你想考我 炫治康熙 有没有乾隆 有 对啊 炫治康熙 还有嘉庆 嘉庆 还有雍正 雍正 对对对 那可是还有六帝钱 六帝再多一个什么 六帝钱那就是道光 对道光年间也是 那也算是不错的 要不然不是那么有钱的话 怎么会引得八国联军来的 是啊 那那就不好啊 他还引得八国联军 你有钱啊 有钱 那他们就是太招摇了 是是是 好 再来呢 我们再继续 好 我们来介绍一个广纳裁员的三角禅厨 为什么三角禅厨都是三角吗 禅厨呢 如果你买的禅厨四个角就不对了 为什么呢 它是有个故事的 这个金禅厨呢 在很久很久很久传说里面 它是一个会法术的 是一个神仙 这个就是长期的求道 然后他修成仙了 据说 那个是 有点像是吕洞宾 他的这个功力比较强 那专门呢 就把这个禅厨 就就把它训练成一个法力高强的这个 这个动物 然后这个 我们神话都是这样嘛 你禅厨还能够变成人形 但是呢 这个 他 就是帮忙帮忙这个吕洞宾啊 帮忙去 据说我们的古代的时候 有很多这个动物啊 或者这些怪物啊 来骚扰百姓 所以他就去 去杀那些骚扰百姓的怪物 然后他就将攻守 就是 在 打打仗的时候 一不小心伤了一条腿 伤了一条腿 之后呢 就变成三角禅厨 那这个 金蝉厨呢 他帮这个 这个禅厨呢 就是还有吕洞宾呢 造福人类 那 他也 就是 他发下一个誓愿就是 看见穷人呢就吐钱 看见穷人就吐钱 所以 很多做生意的人呢 就喜欢买个 这个三角蝉厨 金蝉厨在嘴巴上闲着一个钱 表示闲钱进了 然后他也不断地吐钱 吐在你的这个店里面 那另外还有一个呢 就是说 还有一个故事就是说 金蝉厨呢 本来是嫦娥的这个 身边的玉兔 那因为 他因为 想念凡间的七情六欲呢 就常常看 看这个人间的这个 这个感情 偷看这个 这个花钱月下 或者海誓什么 这种情况 就被玉帝知道了 玉帝呢就把他 变成最丑最丑的动物 蝉虫 把他打下凡间 哦 原来他是兔子变的 对对对 那他 也就是在 在这个 打下凡间以后 他就开始 这个 因为 你想想啊 他 要这个 人间的感情 于是他也 他也贪财 然后贪财呢 就好像有点 这个 玉帝看不过去了 嗯嗯 以后就叫这个 太上老军来收他 结果在打的时候 也是断了一条腿 嗯嗯 所以变成 变成什么 三脚 三脚三脱 是 他主要 他就是可以 招财的嘛 对 之后就把他 当作招财的 对 那为什么招财呢 因为 太上老军把他降服了以后 就带回去 带回去呢 就在他背上 点那个 这个 七星 就点上七星证 然后那个 背上呢 这个七星证呢 配合下面 脚上面 配一个八卦证 嗯 就是一个八卦 我们一般 就画下的八卦 嗯 好 所以这个 把他的 从头到尾呢 就这个 七情六欲 都打住了 嗯 所以变成他 专心的 指示造福人群 嗯 这个故事也蛮好玩的 反正 禅除呢 就是 就是一个 传统以来 就是 可以帮你 帮你赚钱的 嗯 所以做生意的人很喜欢 那 蚕蚠呢 一定要开过光 如果没有开过光的话 就就不好了 嗯 而且呢 给你建议一下 最好是金做的 就是 嗯 镀金的 镀金的也可以的 反正 黄色也可以 黄色就代表金 黄金 但是金色会更好 它比较实质性的吧 嗯 那这个 只要新成 开了运 这开了光 嗯 那一定可以招财 嗯 那如果说 你放 它通常都放在一个 黄金盘子里面 嗯 一个盘子里面 然后再放一些什么 通常我们建议放谷地钱 嗯 比如说你 呃 开了餐厅啊 或者是开了 开了店呢 你放个 放个这个三角残除呢 嗯 那用一个盘子 先把这个残除 啊 装起来 然后旁边放很多钱 嗯 那现在很多开运物都 直接就把钱就 已经已经布局了 布在上面了 对 我看过 啊 就把它镶在上面了 是是 哎 你只要花钱买就可以了 所以这个 很简单了 很简单 嗯 这个就知道 而且外面就有现成的 嗯 但是你说开过光 也就是拜过佛嘛 啊 对对对 到这个佛台上面 或者是 宫庙里面啊 这个开光 好 我们再来就是 大家最知道的 罗盘 对 对对对 这个传统上罗盘呢 它也是一个 一个招财 然后这个 这个 镇宅的 这个宝物 嗯嗯 罗盘呢 是中国学上的一个标志 你只要看到罗盘 你就知道 啊 是看风水的 好 那经过了历代的专家 啊 测量环境啊 或者是 啊 去寻找这个 这个 柴穴啊 或者是 或者是有 就是说能够让人利用的 这个 这个地方 嗯 所以它象征着什么 天地阴阳 嗯嗯 那盘上的这个字呢 融合了什么阴阳五行啊 天干地支啊 八卦 八卦都有 还有243 对对 那这里面有很多的人文的资讯 比如说摆在家里 好 适当的位置呢 它可以帮家里的画纱 画纱就镇宅 对对对对 因为它有个瓷石在中间 它散发这个瓷场 是 然后这个瓷场经过 经过这些 所谓上面的文字呢 它就 它就变成一个镇宅 招财的 有一点就是说 罗盘如果到一个不好的屋子里面 它那个针就是 转来转去乱七八糟 甚至于那个针还会掉下 对对对 我们在罗盘内 内集有讲过 有讲过吗 对对 因为吃油 被这个皇帝 宣言皇帝 把它收到了这个 这个罗盘里面 然后他就对这个 这个 他的同类非常敏感 嗯 就像是你看到一个老乡 你就很开心吧 嗯嗯嗯 他看到那种 那种鬼怪啊 或者是那种 无形的这种东西呢 他就会很兴奋 所以指针会跳来跳去 我们上次有讲过 奇针八法嘛 就是八种 这个指针不归中线的 那个我们就讲过了 如果说 朋友你有兴趣的话 你可以回到罗盘那个 那个单元 那个单元去看一下 对对对 好 那我们过下来 我记得 水晶行也是大家最爱的吗 哦 水晶是大家最爱的 因为能量嘛 能量 水晶它是因为 这个千年的这个 这个中乳石 变换成这个 这个透明的 这个 这个所谓的晶体 嗯嗯嗯 那它等于是一个 一个生长的 如果说你一个 呃 水晶是活的话 你没事喷点水 它水晶会长出来的 嗯嗯 嘿 那个中乳石都是活的 嗯嗯嗯 所以水晶呢 它能够帮助你的能量 嗯 那水晶呢 那当然啦 千年风化是必定的啦 但是它可以跟任何地方的磁场 产生互动 嗯嗯嗯 那这个互动呢 就就就称为什么 灵动力 嗯嗯嗯嗯 那所以的呃 你只要放对了颜色 放对了地方的话 它的灵动力可以帮助你 在某方面呢 得到你想要的这个磁场 嗯嗯嗯 那还有颜色啊 对不对 嗯嗯 我们通常最常看到就是 紫水晶 紫水晶 白的黄的哦 紫水晶很多 对 那至少紫水晶呢 对老人吃蛋还蛮有 蛮有效的哦 嗯嗯嗯 它是一个开启智慧 然后可以进化脑波 那紫水晶又等于是财 一个富贵嘛 富贵就有钱嘛 好 那还有那个白水晶 白水晶呢 是增加记忆力 净化心灵 是哦 那黄水晶呢 它增加财富 嗯嗯嗯 我们中国人有土私有财 嗯嗯 所以认为黄色 只要大地的土啊 的颜色呢 嗯 它就感觉到是有财的 嗯嗯嗯 那还有那个 也有紫色跟黄色 配在一起的 嗯嗯嗯 这个颜色配起来呢 代表的是 那个 时长 更加的祥和 因为又有身份 又有钱 是 又有地位 嗯嗯 嗯嗯 那 通常一般来说 哦 原色 水晶的原色 最多就是 就是紫色跟白色 黄色比较少一点 嗯嗯 那紫黄更是更是少 所以 如果说你买到 这些很特别的颜色 嗯 当然一定要天然的水晶 嗯嗯 那还有呢 就是有一种叫茶晶 嗯嗯 就咖啡 透明的有一点 有点深咖啡 但是又有点灰灰 灰灰的 嗯嗯嗯 这个是让你 消除紧张情绪的 嗯嗯 那用脑过度 或者是 用的太多了 疲劳了 你可以把 这个 这个茶晶放在旁边 嗯嗯 还有芙蓉晶 那个最好的啊 就是我们所谓的 桃花期啊 或者桃花人员啊 人际关系啊 嗯嗯 通常一般人都说 会增进 这个男女的感情 还有绿欧灵啊 绿色的水晶呢 是事业招政裁 嗯嗯 他们讲说这个 也是 也是这个 招财蛮有 蛮有效的 蛮有效的 那可以治疗什么 治疗这个 因为绿色是生长的气 嗯 它可以治疗你身体的免疫力 所以让你的免疫力 能够能够增强 嗯嗯 那至于说你买了水晶的话 你可以泡在盐水里面 两个小时就消失了 就净化了 净化 嗯 所以水晶 是不是水晶需要一段时间就要净化 还是没有关系 嗯 通常呢 我们一年都会洗一次 就是泡在冷水里面 冷水或是 或晒太阳呢 晒太阳 晒太阳的话 我就建议你说 你是 连月亮都要晒 哦 要有阴 要有阳 对对对 那你如果水的话 它等于洗一洗 嗯 洗洗就可以了 OK好 嗯 还有一个葫芦 葫芦 是是 这个都是一种象征 嗯 嗯 那还有 我们讲的葫芦 可以收腰 嗯 西游记里面有那个 鸡脚大王 银脚大王 嗯 然后用太上老君这个葫芦 来收了孙悟空 啊啊啊 是是是 还有八仙的 铁拐铁啊 也是用葫芦 所以呢 家里有一个葫芦的话 也可以聚财 嗯 意思说 家里葫芦 它除了招财之外 还让你健康 嗯 那 风水上 如果说是衡量压顶的话 你可以在 这衡量的两 两边呢 挂两个葫芦 也是可以化解的 嗯 嗯 除了五滴钱之外 葫芦也可以化解 葫芦也是啊 那还有就是 我据我所知道 还有说 什么 你以前也提过啊 有红丝带啊 或是保险 家里面有个保险箱啊 有个密码啊 红丝带 通常红丝带 都绑在这个植物上面 过年的时候 你看到没有 那些装饰品都有红丝带 红丝带 代表的是好事 尤其圣诞节 那个礼盒上面 都是红丝带 对对对 除了喜气之外 好事多多 连着来 是是 那保险箱呢 那绝对是旺财 旺财 你在你的财位 放个保险箱 你把这个 你的这个 每天用剩的钱放进去 它会帮你慢慢的累积财 建立你的财库 是 这个是很好的 还有人放什么 福禄寿三星宫的造型 瓷相 瓷相 或者是瓷器 瓷器 对我看过瓷工 福禄寿 福禄寿代表是福星 福禄星跟寿星 有财有健康 对 然后还有这个家里面这个 这个人口很旺 还有就是我记得 我们中国人最多的 尤其是人家搬家 或者是 你送东西啊 就送个画 或者是那个花开富贵啊 就是那个属于牡丹 对你挂画也是要有好的照头的 你不可以随便乱挂的 那个丑陋的那些抽象画最好挂 那会引起一些负能量 那还有鱼缸 鱼缸 很多人都喜欢放鱼缸 那鱼缸中国人知道嘛 就讲说水为财 那有鱼缸的话 就很好 可是鱼缸呢 你一定要放这个马达进去 让它动 进的水时生不了财 一定要动 那有些人就在里面养鱼 可是养鱼的话 那你就要注意一下 有些有特别的禁忌 那比如说属老鼠的 或者是这个 这个属猪的呢 一条到六条 一条或者是六条 老虎跟兔的 是两条到八条 两条到或者是八条 那蛇跟马呢 就是两条或者是七条 猴跟鸡呢 就是四条九条五条 那龙虎牛羊的话 就是四五九十 这样子 这样子来分布 是 是 还有一个就是 一种 我记得你也讲过安忍水嘛 也可以画上 那这个安忍水是 安静的安忍耐的人 安忍水 它的制作是怎么样 好 安忍水呢 它是画二黑五黄最好的 只要你有身 那身体不舒服的话 画这个力气是最好的 还有煞气也是最好的 是 那安忍水的很好制作 你不需要去买 你就用个玻璃瓶 是 然后装半瓶粗盐 然后粗盐上面放六滴钳 六滴钳 再加上水把灌满以后 把它封了口以后 一个礼拜以后 就可以拿出来 那六滴钳也在水里面 对 就是说有半瓶粗盐 然后把六滴钳丢进去 然后再加上水就盖起来 对 然后你就放在哪里呢 放在你 比如说二黑五黄的地方嘛 就流年那个飞行二黑吃药的位置 或者五黄细菌的位置 它都会帮你 帮你化解这个煞气 是 哇时间过得真快 黄老师你的联络电话 我的电话 三四七五五六五五九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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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我们谢谢黄老师 谢谢 好 再见拜拜 拜拜